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 是因为它太难了嘛 不适合你 也不适合我 因为养生功它简单 它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殊性 非常简单 而且它还要具有它的功能性 一学就会 一会 一练便就起到作用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身心愉悦 身心舒服 我们平常有没有看到在练个这样的动作 我们先看一看 可能不我们不尽一间的一个细小的动作 就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身体 先看一下正面 肩部 腰部活动一下 这个腹部 起 收 起 收 好了 好 做一个幅度大一点的 相当于啊 练习五分钟 相当于你做了十次以上的腰部护理 好 我们先看一下侧面 看一下这个动作的 它的啊 练习方法 脚分开一点 分开是为了你站得更稳 把腰部活动一下 肚子鼓起 收回 鼓起 收回 好了 拉动作 向后 手向前的时候背向后 手向后的时候背向前 慢动作就是这样 肚子向前 手向后 好 有了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想象很多的舞蹈动作里面 有这样的表现形式 其实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养生宫当中啊 非常好的强健我们腰肾的一个动作 你没发现 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的腰部啊 很多人出现了很僵硬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一定要多练一遍 再看一下侧面 两脚分开 很简单 手拉起来 手向后 相对的啊 你的胸椎 你的腹部向前 手向前 手向背部向后 就这个动作 我们这是一个直向性的动作 直向性的动作 那么我们让这样一个动作变得 能够强健到我们的脊椎腰椎的时候 那就需要有一个龙虾般的这种弧度的训练 也就是说我们的腰 一定像蛇一样 蜈蚣一样 弯曲的状态 就不再是直 直 当我们有了第一步 直 开合 那就有第二步 直 开 合 动作慢 像身体像波浪一样 做十次以上 你会发现 肩部 腰部 开始发热 开始发热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强健我们腰肾的一个好的方法 再来 正面 手向后 记住 手向后背向前 腹部向前 胸椎向前 手向前背向后 腰肾不好的 好好练 手向后 上前背向后 手向后背向前 只是按照顺 只是按照顺 顺序来进行一个凝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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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 一 二 一 二 看侧面 一 二 一 二 毁了这个基础的动作 再进行下一个 一 二 它开始按照顺序 二 三 顶胯 收 好 它是按照阶梯式的顺序 由简单到有难度这样的练习 当然它整体来说是没有难度的 但是简单动作效果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 比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大量的剧烈运动 要好很多很多 小的功法小的秘密送给你们 其实它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